大家好,今天要帶大家去的是宜蘭縣東三鄉的仁山植物園 我們把車子停在標準的停車場 為什麼我說是標準的停車場呢? 如果你一大早來的話,可以有一些免費的地方可以停車 那各位知道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 所以我是停在付費的停車場裡面 下車以後只有一條路,一路往前走 一般的植物園,像台北市的植物園,它是在平地 可是這個宜蘭縣東三鄉就不一樣了 它是在山上 這個園區呢,它是屬於中山村 舊地名叫做十三份,不是九份十份哦,它是十三份 所以早期也有人稱這個地方為十三份苗圃 或者中山苗圃 後來就以人者要山,智者要水這句話為典故 就更名為人山苗圃 這個也是宜蘭縣的第二座植物園 這個人山植物園最初的規劃 就是一座生活的植物園 也不需要登記啦,民眾隨時都可以進來 從進了正門之後呢,我們一路往上坡 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走到山頂 在這邊做一個建議 因為這裡的猴子很多 所以如果你手上有拿一些食物的話 盡量不要把它顯露出來 否則會遭到一隻兩隻以上的猴子來攻擊你 其實它不是攻擊啦 它只是肚子而想吃東西嘛 想吃東西就會不小心抓傷你啦 人家都說財不要露白 我們這裡是食物不要露白 從進了正門之後 我們就一路往上坡走 如果你來這邊的時間不多 只有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的時間 我建議你,你就沿著柏油路一直走就可以了 如果你來這裡有半天以上的時間的話呢 你可以走到一半,看到有插路 不管左邊右邊你就給它插出去就對了啦 插出去以後呢 就是走那種石頭路或者木棧道 彎彎曲曲的 走到一半發現下雨了 一邊走在雨中呢 就想到一首歌曲 我時常漫步在小雨裡 在小雨中尋覓 這首叫做《小雨中的回憶》 我只能唱一句兩句啦 因為唱太多的話會有版權問題 下一句叫做 小雨像一首飄逸的小事 《小雨中的回憶》 他對植物的想像 增進對植物的認知跟喜愛 我們這一路走上來呢 雖然是柏油路 但是因為是上坡 所以走得也蠻辛苦的 不過剛好練身體啦 現在往左手邊看過去 這邊是苗圃區 包含有露天的場域 還有溫室 栽植的各種綠美化的苗木 提供宜蘭縣各學校機關 團體、社區啊他們來申請 相關的申請方式 就可以參考仁山植物園的網站了 這是服務中心 這個服務中心的功能呢 就包含了園區域的行政管理 導覽諮詢 還有急救通泡處理 還有苗栽核配管理 右前方這棟白色牆的建築呢 它就是綠化教室 裡面有課桌椅啊 提供各學校、機關、團體來申請辦理一些研討會 講習活動 這個教室在每一個禮拜六上午10點 也有定期舉辦一些綠化的DIY活動 仁山植物園呢 它是位在東山河發源新寮溪上游 仁山植物園的面積呢 大概101公頃 地理環境特殊 景色獨特 青山綠水 寓意暗藍 園區內植物的種類非常多 同時也吸引得各式各樣的鳥類 昆蟲 兩棲類 還有其他的動物在這邊聚集 我們從這個地方彎進來 感覺左手邊的裡面 一定有一個室外桃園在這邊 否則怎麼會用一些樹把它圍起來呢 而這個植物園的前身就是一個造林苗圃 早期最主要是生產推廣造林的苗木 隨著我們台灣人呢 開始重視環境的綠美化之後 功能就逐漸改變為培育環境綠美化推廣的苗木的苗圃 因為園區跟市區的距離不遠 交通又方便 所以是登山和休憩的最佳去處 我們從這邊彎過來看右手邊這道牆 感覺就蠻特別的 雖然不是很乾淨啦 因為都是樹嘛 哇 這邊看過去就漂亮啦 這個是法蘭西庭院 幾何式的平面設計 它的綠林修剪的非常整齊 用綠色植物為主導 再用少量的花草為元素 所以綠色植物是主角 花草是配角 再加上這邊有擬神的雕像 噴泉 水池 所以一個傳統的法式庭院就這樣誕生啦 這裡是伊麗莎庭院 這個紅磚屋外呢 就種植了很多的花卉植物 藉由色彩以及遠近 安排出一些漸層的變化 營造自然的繽紛 團結束的英式風格 所以剛剛那個幾何式的設計是法國 這裡是英國 在人山植物園裡面的步道很多 所以我才說 如果你的時間足夠的話 可以在這邊玩個半天以上 絕對沒有問題 甚至於可以在山上面 看到太平洋和龜山島 讓整個園區就變成了 民眾登山健行 跟親近大自然的好地方 好啦 今天我們的解說就到這了 改天再見 掰掰 看見你的時間 我們可以在山上 看見我們的眼神 就這樣來討論 看見你的時間 換ESCO 朝倫的時間 說用海和龜山 也謝謝 converter 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